摇摆的四肢,颤抖伸缩的白色尖牙,这些东西配合地敲打李乐一同扭动着。 远处跳着挪戏的三个人,在这一刻,给李火望一种,他们不再是人,而是树木的感觉。 扭了一盏茶的功夫,某种高腔唱词从他们的木质面具后面传来出来。 这是一种李火望等人理解不了的唱腔,声调跟着乐器的声音忽高忽低,带着特殊的韵味。 李火望等人不理解,可是本地人似乎听着懂,他们眼睛微闭,手指在腿上打着拍子,嘴里也跟着哼唱着。 听了一会,听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后,李火望抬脚向前走。 管他怪不怪,反正自己又不是唱大戏的,跟自己无关。 不过刚走几步,李火望就看到吕状元待着那眉洞。 不忙,你们先走。 哼,我倒要看看这里的戏,有什么名堂。 或许是同行是冤家,听起来他对那些跳挪戏的敌意很大。 爹,要不改天吧,这里人生地不熟的。 不安生啊。 吕状元顿时瞪大了眼睛,对着自己的大儿子举起了烟杆。 哎呀喝,你还管起你爹来了? 这街上人来人往的,有什么不安生的? 趁着他们吵闹的功夫,李火望已经带着其他人继续往前走。 又走了半炷香的功夫,他们最终在一家门口挂在九字的客栈,开好了客房。 在一间陈旧的卧房内,李火望把身上那些东西放在了桌子上,松了一口气。 两把剑,大千鹿,石板天书,还有刑具,这些东西零零碎碎加在一块,分量可不轻。 拿起茶壶倒出一杯水喝了一口气,李火望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 正在整理被子的白铃鸟看到了这一幕,走了过来。 怎么了? 你尝尝,水里是不是有古怪味? 李火望把手中的茶水递了过去。 双手捧着喝了一口,白铃鸟惊讶地点了点头。 真的呢,有骨子吐腥味? 我还以为我太敏感了,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,后鼠这地方水之不行啊。 李火望走到窗边,用木条把纸窗给撑了起来,散散屋内的浊气。 等明天,你让其他人都散出去,打听打听后鼠的消息,最好能找到一份详细地图,免得走岔了路。 嗯,好,听你的。 白铃鸟整理好床单,就伸手去借李火望身上的道袍。 牵马的时候,我刚刚看到旁边有口井,趁现在有时间,我去洗衣服。 对了李师兄,我记得有位死去的道童,他家好像在这镇上,咱们是不是要把骨灰送过去? 李火望心中一动,他这才想起来,确实之前听人说过这件事情。 骨灰被谁保管? 我去送。 现在吗?都这么晚了,要不先歇歇,明天再去吧。 最终,李火望还是提着骨灰,带着馒头还有养小孩走出了客栈,这点小事他懒得拖。 之所以要带养小孩,是因为他跟那死去的道童玩得好,他知道那人的家住在哪里。 当然了,他还有另外一层心照不宣的含义,那就是怕李火望半路发疯没人照应。 李火望现在身边脱步的人,有他在,可以及时回来通知其他人。 抱着骨灰罐子的养小孩,对着李火望说着那死去道童的故事。 在清风关的时候,我们都叫他毛吹牛,因为他特别喜欢吹牛,说自己家比整个清风关都大,而且家里还养了一百多头羊。 还说,自己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娃,家里人最疼他,想吃多少羊肉,他爹都杀给他吃。 李火望差一瞥了一眼手中的骨灰罐子,这道童是女的? 是啊,李师兄,你不记得了吗? 李火望摇了摇头,这些道童在他心中基本上不占什么位置,他也不怎么注意这些手脚勤快的孩子。 哎,也是可怜人啊,眼看着都从清风关里逃出来了,结果被淹死了。 李火望顿时感到一阵惋惜。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,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?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? 你知道被你亲手掐死的有多少吗? 听到江英子的话,让李火望心中顿时感到极度的烦躁。 你给我闭嘴。 这话把一旁的杨小孩吓得一个机灵,对于李师兄时不时地自言自语,他还有其他人早已经见过很多次了,可还是有些不太习惯。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的李火望不再说话了,埋头向前走去。 虽然李火望尽可能地想无视这些幻觉,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他们越走越偏,逐渐向着这个戈壁小镇边缘走去。 天色变暗了许多,路上的人也变少了,大部分人都在匆匆赶路。 就在李火望打算开口询问,养小孩到底是不是这里的时候,一道喜悦的喊声从后面响了起来。 道士,道士,是我呀。 李火望下意识地扭头看去,当看到喊人时,顿时非常地喜出望外。 那人正是之前留在郑德寺的老和尚,跟之前在寺内干净的样子比较,现在的他又变成拉里拉他的老样子。 和尚,你怎么来这儿的?你不是待在郑德寺吗? 听我这话,和尚顿时忍不住地抱怨起来。 可别提了,在寺庙里都快憋死我了,没法做好事不说,他们还让我背佛经。 我哪受得了这个,后来就干脆直接出来算了。 对了,你这是去哪儿呀? 去,送个东西。 刚好一起去吧,你从寺庙出来,郑德寺的和尚没为难你吗? 他们为啥要为难我? 不但不为难我,而且还给我不少钱呢,和尚都是好人,没坏人。 哼,李火望笑了笑,也懒得争辩什么。 他相遇故知,这事情让李火望心情难得地好了一些,跟单纯的人相处总是那么地简单,李火望跟那和尚一路聊得很是投机。 李火望刻意挑起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,对方都接得住。 就在他聊到兴头上的时候,养小孩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。 李师兄,到了。